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常识 也是真理 既然如此 促导者经检查 已无心跳呼吸而被宣判死亡 在此情形下 为什么还要进行抢救 又为什么还有人奇迹般的复活 看似矛盾 但要理解不难 比如 死灰复燃 必有余热 人死复生 其理亦然 事故心脏骤停之生死 细乎热能 而非心跳或呼吸之有骨 而这样的推论也完全符合原始点医学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忙的观点 好 这一句已经把这个整个的矛盾倒清楚 你说呼吸停止 心脏不跳就是死亡 那死了 死的定义就是死了就不会活起来 还会活起来那就不叫死 了解吗 死了就不知道要去哪一道去了 怎么还会活起来 这是不可能 表示这些诊断是有问题的 有不周延的地方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怎么去解释 为什么宣判死刑了 他还能活起来 有些奇迹自已就活起来 那有些经过CBR就起来 那如果是死了你就不应该抢救嘛 死就是死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之所以人起来简单的讲 就像我们烧纸了 烧完之后 你看成亏了 但如果还有一热 你在丢纸下去的时候 会不会在哪烧起来 一定会 所以最后的决定 他之所以人死非父奶 只有一个 他还有热 同样人也是一样 你走掉之后热人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消耗掉的不叫死 他还有 他或许你在讲话我都在怀疑 他或许还知道你在搞他 你在压他 他可能刚开始都知道 等到他完全热人没有了 就真的就没有 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他可能都还有知觉 你在压他 他都知道 只是他完全没办法反应 因为他那个 最后的余热 还能够让我们身体的运转 是你围络到我们没办法察觉的 那你别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都知道 但当你给他热的时候 哎 他就起来了 所以最后的死 生跟死是砍热 这样就完全符合了 这样也就不会有矛盾 这样的理才透彻 也符合我们讲 好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没有举手 我看一下 听懂了 这跟原始点的理论完全一致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由于热能可反映在脸色 所以 从果推阴 通过观察促导者脸部变化 就能帮助我们快速做出判断 一级面有血色 叫易救治 反之 面无光则 比如脸色蜡黄 发青 苍白等 则较难救治 急救主要是保命 其次才是解症 鉴于心脏骤停会瞬间夺取人命 故面对促导之症 除非其意识清醒还能表达 或出现口眼弯斜 手脸抽筹 扭曲变形 否则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只要昏迷 皆先就地 立刻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约两分钟 若无改善 应再按推头部原始点 约三分钟 若仍无改善 就可确定 促导之症是由头部与上背部 只患处体伤所致 此时最令人担忧的是心脏问题 由于原始点既是病症的起源处 也是解症的大开关 所以 如果心脏骤停 连按推上背部原始点都无效 则恐回天罚术 须做最坏打算 不过生死势大 此时仍应观察患者脸部变化 若有血色 或许尚存已显生机 若无光泽 则更可判定热能耗尽大现已至 这一段已经把判断都告诉你们了 好不好就看患者的热论来决定 那如果你按推 就是如果他出现 比如说抽筑啦 口眼关系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要从上背部还是头部 一定头部 因为一看这个是癫症 我马上就可以判断 就不能每次都用上背部了 或是口眼关系很明显半身瘫 那这个一定是头部 但如果没有这些现象 然后你又分不出来 一时难以辨认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上背部 好不要考虑 直接从上背部 因为只有上背部会死人 而且他死的时候 如果遇到第三类 我只能跟你们讲 两分钟内就决定生死 有时候脸色就变了 在两分内就会变脸色多快 所以切记 这时候生死交关 一定是怎么样 立刻按上背部 而且就地喔 不要说 哎呀 我们搬来这里比较舒服 怎样 或这里有整脊床 不用了 争取时间了解吗 这是第一个一定要特别切记的 好 讲到这里时间的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 因为我们以前 我早期也不知道 原来倒下去还有这三类 有些人是热能够 有些早期都没有想到那么多 最后才知道 哇原来有那 所以你救起来也不要确定 你下一次就一定能够救别人 了解吗 时间如果来不及 你还是救不救我 那我们来看早期的影片 就觉得很多我们指的 我们自己自我讨论 我们来看刘医师那个案例 心脏病急救案例 师傅 帮我慢慢放眼啊 这个还是算侧面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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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封面 好 等一下 因为有病人封面 我们先做急救的 好 放着 我来个封面 快 枕头呢 枕头 肚子给它盖着 好 她这个 表情好 脸色没有变 应该是心脏的问题 好 我们把它翻侧面的 要把它心脏先解开 就是看外面 我的带回来 我们在后面 再给出的 头上 有人在监陸 也没详不到 可能 也是 值得 像 要 像 我们 还是 我想 你 这边 好,現在醒來了,他已經在身影了 現在再把他心臟,把他按好以後再來按他的那個頭部 好,他眼睛眼睛醒來了,那個紅袋準備 好,頭部,先給他溫伏 好,給他踮在後面 好,給他躺著 我那帶著一個衣服,給他肚子蓋著 你問他,他剛才是怎樣不舒服,是不是肚子 是不是胸悶 你問他原來有心臟病嗎 他原來心臟不好 你們看這一個字,是不是心臟皺靈 認為是的,舉手會看像 認為不是的,舉手會看像 因為他活起來所以不是心臟皺靈嗎 很明顯嘛 這一個你看他有沒有癲癇的症狀 有 有沒有中風口眼乖閒的症狀 有 他突然間這樣阻擋 這不是心臟皺靈是什麼 我問你,你排除了這兩個 瞭解我的意思嗎 我只能說劉醫師是浮駕 所以他叫他,哦 倒下去,翻過來 很衝容的,你看哦 臉部沒變哦 你看他已經證實了 這個不是癲癇,也不是腦中風 那會倒下不外出三者最多啦 瞭解我的意思嗎 那很明顯的 那最後患者也證實了 他心臟,一直摸心臟 就這裡很不舒服有沒有 那原來又有心臟病死 那不是從這裡倒下去的 是從哪裡 瞭解嗎 你們不要懷疑 但是我認為他根本就是屬於第一類 或第二類 第一類到第二類之間 絕對不是第三類 所以還可以讓你這樣仔細端詳 所以劉醫師真是呼叫 你們 所以這一個案例只得探討 就是 因為這是早期的影片 到原始點最後那個急救圖 我全部廢掉 因為這裡面 很多細節啊 所以他因為你們別以為 你們以後都可以照劉醫師這樣 瞭解嗎 如果你遇到第三類差不多看完了 他也走完了 也走了你也不要動手了 他那時候也許臉色就變了 你看這一個人臉色都沒變 表示他的人還怎麼樣 還有啊 所以你一定要從這裡判斷 那如果他臉色已經變白了 或是變蠟黃了 變蠟黃了 甚至發黑 如果到發黑 你根本連動手都不要動 這確定就死完了 所以 這裡再看喔 然後如果他按了 已經 有動作了 譬如說他有身影深了 還要不要按 也不要按 這時候趕緊熱研就好 就確定已經心臟你幹嘛按頭部 對吧 所以這個分辨是 前面就已經教你們怎麼分辨了 好 講到這裡喔 我說 以後你們會遇到什麼陰炎 我不知道 但以後只能欠見 你只要一排除了 或是一開始 他還有時間分辨 他這個是確定是心臟絕對沒有問題 最後患者也證實 那如果你沒辦法確定 怎麼辦 聽到有人倒下去怎麼樣 搬過來嗎 要不然呢 自己衝過去啊 不是叫人家搬過來啊 衝過去然後怎麼樣 看不出來立刻按 按哪裡 對按上背部 好 那這樣就可以救人了 要不然喔你們錯過那兩分鐘喔 我怕什麼都來不及了 好 好那如果這樣救 還沒有醒 按上背部沒有醒 接下來怎麼辦 按頭部再確定 因為會倒下去不壞就是上背部跟頭部 只有這兩個地方而已 那既然上背部沒笑按頭部 再按三分鐘沒笑 那就可以確定 其實我們要確定一件什麼事 表示排除頭部引起 那就是意在戒指更確定 這一次一定是怎麼樣 心臟的問題 其實是要再確定一次動作 只是我把它寫成怎麼樣 喔如果你按頭部 應該起來 也有人這樣起來 那如果沒有起來就可以確定 這個是心臟的問題 更可以確定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是要做這個動作 好我們再來放92歲的那一個 90幾歲的案例 那你們這樣看就慢慢能連貫 中風急救案例 我在今年2012年5月 看完張醫師的DVD以後 看到一個影片就是 劉醫師在被人急救的時候 那個印象給我很深刻 可我沒想到在8月的3號晚上 10點半左右 我平常跟我爸爸 他96歲的老人上廁的時候 突然間他就往左邊這樣輕倒下去 我就觀察他的臉部 他都已經兩眼掉 然後口開了 那我就看他整個人要 頭都要撞到地下的倒下來 我就很自然反應把他持到地板上 開始就給他做背部的 延時檢測 按完以後呢 我就想說把他翻過來 觀察一下他醒了沒有 沒想到他就嚇燥了 發現他整個眼睛 那個眼圈都黑了 閉起來的 嘴巴也更閉緊了 那我心裡面就更緊張了 那快點要跳到頭部去了 這下子我就用 船部很地道的力量這樣子做下去 他完全沒反應 那我以為 到了這下子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 有沒有好處 可是已經 沒選擇了 就感覺像個 還沒訓練好的小兵 就可以一下子 當當兵馬 就上了那個戰場去 我只能夠 很專心地做下去 結果後來接著我就做那個 頭部 那個整骨下那個四點 然後按到第二點 拿起來要按第三點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個聲音 他就 這樣子 就來一個很深的吸氣 我知道他已經醒了 然後我推開 他眼睛已經圍開了 我很開心的 結果就 又想把兩個塊塊的把它弄好 沒想到他的手有一點就推過來 可是又沒有力 然後我 接著還是把他最後那個 那個點揉的時候 他就 手已經過來 要抓我的手 然後 在給他 書解的時候 他就出聲說 衝起來啦 滴刀啦 聲音也出來了 我就更安心了 他更有力量 就抓我的手 好像要打我 不給我再按了 他很痛了 那我只要接他 我已經完全醒來 我就安心了 在很危急的時期 我雖然很緊張 可是還是很 稍長 很正常地把它完成了 結果 也真的保護了我爸爸的生命 希望 從這個經驗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 真的可以 學習這個手法 在生死的關頭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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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這個 教一下 學習這個 掌握一下 請就聖到去坐 做一下 好了很好 這個給它照一照 现在再来看这个影片 那个是很老的片 感触又不一样 现在以我对原始点的理解 又不大一样 当时候我在笑他 眼睛往上掉 就直接揉头部就好了 干嘛上背部 现在我的感觉 如果我现在是他 我会揉头部还是揉伤背部 我一定揉伤背部 因为我没办法确定 很确定他只有往上掉 这个动作是癫痫 还是脑中风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 伤背部我宁愿犯错都没关系 万一如果我判断错 是头部的话 那你再来揉心脏 那你上背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你三分钟过去了 黄金旗才两分钟 那你不是错过了吗 那头部错过两三分钟没关系的 不会有立刻死亡的这一件事啊 所以我才发现 原来他做得比我好啊 当时候我现在来看 我现在的理解我也跟他一样 然后他是新兵啊 我是老手啊 所以别看新兵啊 有时候照着这样做 照着原始点这样做 我也连我都不能背离啊 我背离还是会犯错的 所以他是做对的 然后他做完之后 看他我嘴又紧闭 然后眼睛又更黑 那个很危险啊 所以头部虽然没有立刻生病的危险 但是这个脱久了 主尸会不会坏死 会坏死 甚至以后就变植物了 所以他 他最后头部的抢救非常关键 然后按到第三点的时候 他才吐了一口气 才完全疏紧 那这种情况紧不紧急 其实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紧急的 虽然最后证实不是心脏 但他的操作方法刚好印证这一段 你在判别不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按推哪里 按推哪里 对 所以让你们加深印象 宁愿揉错 但绝对不能错过上背部 黄金期两分钟 这一段的重点在这里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不是 这里哦 有一点就是揉了上背部 然后头部都没有效 这时候你一定要做最坏打算 因为原始点是大开关 揉了都没有效 就确定他是患素体效 这时候就要注意热人哦 如果他脸色已经变蜡蜡 蜡蜡或是发黑 我告诉各位 不要救了 这是保护各位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他应该是逛 因为原始点是大开关 如果揉原始点两分钟都没效 那你怎么揉都没有效 何况揉错 那就更消耗热能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因为这个心脏 我知道各位 如果还继续做 人家以后会来调查你 你为什么不报警 你自己留着自己用 然后就把 他们认为也许可以救活了 就被你这样玩完了 所以在这种时间上 我认为除非自己家人 还可以多一点时间关注 如果是人家来 那都在公众场所 你是不能留着自己享用 还要慢慢关档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本事 就是当机立断 这个还有没有救 用了原始点两分钟 你没有错过什么时间 你们赶快报啊 我两分钟做啊 他确定没有办法 那如果看他脸色没变 有没有救 有 真的有救 还有一线希望 但那个希望大不大 在我看法不大 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 就像马来西亚它是抖 它揉完起来又倒下去 那个是确定热能 了解吗 那赶快用 但你在外面 你还要去弄热能 还要搞 人家皱目睽睽下 你这样大搞 可能都 我都怕你们出事了 但是就看你们 如果还有脸色 如果是自己家人 我觉得还可以怎么样 做最后一步 但如果不是 你要再搞这些其他的 你会压力很大 那这个就你们当下做决定 只能这样说 好 所以最后的生死是观察怎么样 脸部 按推 然后再来确定脸部 如果真的变了 有时候差不多一般会变 最快速的就是心脏 这里是最快显现 那你马上就可以从这里观察出来 好 脸色变 大概差不多确定 不要再动 了解吗 好 那我们继续看 下面继续念 此外 由于原始痛点位置深浅不同 所以按推原始点的力量 必须稍重 不宜太轻 而且只要病症减轻 或时间移到 急需停止 按推后若有改善 应以外内热源温知 若无改善 但脸部尚有血色 应以外热源温知 期间若病症反复 仍可按推 但需严守规定 同时要保持环境安静 空气流通 周遭温度 应以温暖舒服为宜 我认为倒下去应该身体很虚 不应该按太大力 但有一次 我遇到一个就是这样倒下去 两分钟内就挂了 然后事后我就问大太太 我说他是一个癌末患者 我问他 你平常帮他用原始点按推 他有没有痛你 他说有 头部有一个 上背部有一个 右边的 不是左边哦 右边 我就确定 原来心脏咒评以前都说 先按左边再按右边有没有 但这个患者是右边啊 不是左边 但我很担心他太太 说话根本有问题 所以我趴着 叫他太太平常按推的力量 用这种力量来按 我发现他太太的说话非常的好 那个精准不说 那个力道还蛮能透到深层 哇我就惊讶了 第一个竟然不是左边先 左边有痛点 左边完全没有痛点 竟然是在右边 而且按推的力量 他的痛点竟然在怎么样 深层处啊 哇这 这我就想 哇这个 如果要用这么大的力量 那比我一般平常的力量 还要怎么样 稍重耶 这让我完全体会 我说那个患者给我 很大的启发 我之后 就是因为这个患者 我把所有图表都去掉 早期那个急救图 就是因为 我早期说 要先按左边再按右边 你根本不用分了 哪一边都要按 也不分左右 不要被吸那个解剖弦误导 心脏在左先按左边 我早期以为 这个是比较合理 原来不是这样 有可能是右边 了解吗 然后力道 因为你能救的只有两分钟 你当下如果他是深层的 你轻轻一按 刚好按到表层 没有按到痛点 他起得来吗 起不来 那你就错过了 那如果他是在浅层的 你按声有没有按到 也有按到 所以你不会犯错 只是让他稍微痛一下 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又很短 我们又不是在一个点上 按两分钟 我们是诊断 来回按两分钟对吧 所以即便热 力道烧当 也不至于消耗他太多热 这样来看 你只有一次机会 这时候你的输手 是应该轻还是重 很明显 不能太轻 要比平常的力道还要怎么样 稍微重一点 当然不至于说全力以赴 像那个刚刚的图片 那种压法不至于 但你也要怎么样 稍微沉下去 把它揉深沉一点 你自己一定要有这种动作 然后再来什么 所以这一点特别提出来 就是不需要分左右边 反正紧急的时候 不管左右边不要再想 还有一个左右边 就浪费了好几秒钟 这个是左边还是右边 再来应该从哪 都不要想 效果就对了 好那如果救完了 醒来可以怎么样 内外热源 因为他醒来可以喝了 那如果暗了没有效 要不要内外热源 外热源 然后要不要灌食浆汤 不能灌 这个我已经很确定 因为他在昏迷 不能吞咽的时候 你灌什么都在嘴巴里面 那温敷嘴巴跟心脏离那么远 有什么益处 没有现在我已经知道直到患住体伤最快 如果要温敷那也是温敷上背部啊 如果你再不放心 可以涂姜粉 但是问题这个急救不能涂啊 你要剥人家衣服啊 那最后你剥人家衣服你又有那么大的动作 人家死了就怪你了 了解吗 所以最安全就是还是红豆袋 这实在没最没办法 但绝对不要给他喝 也就是昏迷 因为他在嘴巴也没有用 而且你给他喝还有一个问题 你在抢救给人家 你又不是医生喝什么 你会被调查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那一刻 绝对禁止怎么样 如果救了还没有醒来 只能怎么样 温敷 我给他温敷 而且平常看也没有什么违法的事嘛 对吧 但你给他喝姜汤会不会有事 我怕你没有事 而且再说对患者也没有帮助 问题也没有帮助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早前那个图表是有问题的 所以经过这一段时间这样沉淀下来 这些都不能再犯了 所以这里都规定的怎么样 非常明确 醒来内外热源 没有醒来 只能怎么样 外热源 如果还有救就外热源 好 那这里如果他起来之后 又发作了 可以继续重新做 但要注意周围的环境 温度 种种 安静 不要密闭式的 让这些患者加重那个 就是他负担 好 那我们这一段应该讲得很清楚了 从辩证 心脏的急救到分类到辩证 然后生死 种种都告诉各位 好 我们继续把后面的演练完 总之有果必有因 心脏皱平 不可能凭空而生 它之所以会发生 在上背部一定有体伤 通过观察与按推 若患者有背痛 胸闷 胸痛 心悸 咳嗽 气喘 呼吸困难等病症 或上背部原始点有压痛点 与此两者中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即表示上背部必有体伤 为防范心脏皱平 在日常生活中 必须加强上背部运动 比如腹地挺身 并配合外内热源 及按推原始痛点 以改善上背部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致胃病的目的 同理 若确认头部有体伤 为防范脑中风及癫痫 在日常生活中 则需加强头颈运动 并配合外内热源 及按推原始痛点 以改善头部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使疾病消弥于无形 好 最后就是 心脏皱平因为来得快 很多人就化掉了 那怎么预防呢 真正能达到预防 就只有热血病 我一开始在保健中 昨天讲保健的时候 还有今天我们继续练 保健它有什么功效 预防疾病 有没有 然后使疾病消弥于无形 医疗手段达不到预防疾病 只有保健的手段 那平常就是 怎么锻炼身体 上背部如果有做浮力挺身啊 然后按推上背部啊 温敷啊 有没有 先把这些体伤都解决了 那怎么确定有体伤 这里已经讲了 从观察还有按推 就可以观察出来 这我就不再叙述了 那癫痫或脑中风 你怕会有癫痫或脑中风 怎么办 头部也是这样 或甚至在扩张扩大来讲 很多人怕老人痴灾 你们会不会 我昨天讲完今天就忘记的人 就要先揉头部了 表示你症状第一个已经出现了 预防老人痴灾最好的方法就是按头部原始点 运动头部 然后随时温敷 如果你照这样做 如果他都没有体伤 你要老人痴灾很难的 这一辈子老人痴灾跟你无言的 平常就是有涂浆们 你这样按推把那个体伤都解决 怎么会呢 所以最高明的就是 因为心脏皱挺实在来得太快 旁边又没有人 真的很快就挂了 所以我建议如果上背部有体伤的 平常就要怎么样 小心 然后开始把这个体伤的位置加强 不管用运动热源怎么样按推 就是把它先解决 好 那我们今天急救的课 好 就讲到这里 先下课